天门山 我来啦 你叫你男朋友吧 男朋友 对不起 我没想起 你听我说 结发心心 以书为语 这是谁姐的 是我爸爸 她叫吴志远 谁志远 我们见过 欢迎二位来到天门山里 我叫张旺财 厂长是我亲叔叔 告诉你 以后离小英远点 送你一句话 倾者自欺 天门山 天门山 我来啦 你 我们在哪 天门山 都被迫 我来啦 我去这儿 你 我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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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不可能嫁给一个马上要坐牢的人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来找你了 你为什么要被仙草和不知人生来 今生能否重来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你难道好像你妈一样 让我一走了之吗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 读集迷你剧 再回首 看普法故事评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故事 这是一个五集的迷你剧集 叫做再回首 那今天我们讲的第一集的故事的开始 要从一个叫吴开林的年轻人说起 吴开林从小就觉得自己生活非常不幸 在他的记忆当中 他觉得自己父亲是一个木讷的 没有生活情绪的人 而对于这个家庭 对于母亲 他这个父亲好像一直都是非常的冷漠 所以他从小看到最多的场景 就是妈妈是每天以泪洗面 所以他一直都觉得 他的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什么爱情 觉得父亲根本就不爱母亲 不爱这个家 所以尤其到慢慢长大了 到那个叛逆期的时候 跟父亲之间就有很多冲突 父子之间好像一直就有着某种心结 那这个孩子他毕竟慢慢长大 到了吴开林即将大学毕业的这一年 他突然间得知患病的父亲病情加重 就匆匆地撒手而去了 父亲离去留下了一本回忆录 那么在这本回忆录当中 记录着父亲最重要的人生的经历 于是呢 吴开林就开始去探索 去研读这本日记 然后希望能够探寻父亲的故事 打开和父亲之间的这个未了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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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听爸爸提起天门山 这里有他的青春 也承载了他的梦想 带着爸爸生前留给我的那本回忆录 我来到了这个风景奇特的地方 我想尽找到 当年跟他一起奋斗过的叔叔和阿姨 听他们讲讲回忆录里的那个年代 爸爸的故事 天门山 我来了 爸 我来了 您好 您好 跟您打听个事 以前这是张家界国营林场吗 对啊 不过林场已经很久没有了 那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以前的这个 哎哟 这可难了 林场已经二十多年也没有了 人也不知道去向吧 那谢谢啊 来 再见 前面山的茶叶 对对对 这好茶叶 三十年啊 对 一四年 五山先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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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茶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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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要在这 哎 别睡了 你给我休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手机跟钱包 都救了 我哥是分管这片的检查 我让他把你找回来就行了 还怪他们见你就跑 哎 你个人呢 我哥没来 我骗他们的 他们是惯犯 老出入局的里边 连我都认识了 我哥订他们很长时间了 你好 我叫张孟远 我叫吴凯琳 我陪你去报案吧 行 走 手机前 完毕归账 这么快啊 那当然 这回设计金额大又是惯犯 他们再进去就没那么容易出来了 哎 真好 那我今天请你吃饭 在请我吃饭之前 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怎么闻到了阴谋的味道呀 不是阴谋 是羊毛 你做我男朋友吧 男朋友 说什么呢 我可没打算要以善相许啊 美的你 是我阿姨每天跟我介绍男朋友 还逼我去相亲 我妈什么都听她的 你就假装我男朋友 让他们见一面 让他们放心 我呢 就彻底清静了 随你吧 反正就当我还你个人情呗 开口 妈 阿姨 我把妈带来了 这肯团长得这么像 谁呀 我的衣服 给你 谢谢 不用客气 志愿 快点 常常还等着我们呢 好了 我走了 妈 怎么了 没什么 阿姨好 我叫吴开玲 你姓吴 对 口天吴 你是哪的 我是上海人 然后现在在上海上研究生 莫远这丫头呀 突然跟我说有了男朋友 还把我俩吓一跳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那个 阿姨啊 这个 您这跟省饭认识的 比我哥还凶呢 看看看看 这会儿 胳膊爪已经往外滚了 没有 有您和妈两位女生 我还会被拐跑呀 孟远 你泡茶吧 让开玲啊 尝尝我们天文山的绿茶 好 拜拜 对不起 国平 我又想起 以前的事 结发同心 以书为礼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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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看你来了 阿姨 我们先坐着 给你弄好西的 谢谢阿姨 坐上吧 哎 哎 哎 累死 嗯 哎 哎 这就是我爸的回路 第一天 一九七八年五月 仙草 怎么了 妈 哎 妈 你快过来 怎么了 哎呀 你快点 你什么事呢 你看 这是不是写的 你跟胡云阿姨 这谁写的 是我爸爸 你爸爸 他叫吴志远 你爸爸呢 他刚刚去世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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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吧 那不想喝 那要不 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没事 对不起 我没事 怎么可能那么巧 医院的身体还那么好 他还那么年轻 很多事好像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我真的没事了 你们两个出去走走 我自己想忌妒 可真像这样 来 凯琳 你一会儿到宾馆把房间给退了吧 我把这客房给你收拾出来 今天晚上你就搬到家里来住 好 去吧 九七八年春节 我和同事李公英 这里有个叫香草的姑娘 对我特别好 我的衣服 给你 谢谢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志愿 快点 长大还等着我们呢 好了 我走了 妈 我回来了 新草 你国评哥可是一大早就来了 柴汇也批好了 院子也拾得好了 谢谢你 国评哥 跟我还客气什么呢 你家事不就我家的事 这孩子 神神 那个 要不我先回去了 明天再来 那你吃了饭再走呗 算了 我爸还等我回去呢 明天再来吧 明天再来吧 哎 哎 那我让仙草送送你 仙草 你国评哥要走了 快出来送送 国评哥 你慢走啊 这孩子 算了 婶 别让仙草出来 上山摘的天菜也挺累的 我先走了 婶 明天再来 走了 仙草 慢走啊 来玩啊 来 你快过去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你爸去世以后 他把咱们家男人的活都包了 你有高叔说 他对咱家比对他自己家还上心呢 说 这都是为了谁 妈 这不都是为了您吗 因为您小时候带过他呀 别忘了 你爸和你有高叔从小可是给你们俩定过亲的 你瞧瞧你这样子 到时候人家不要你了 我看你理我哪个 不要我才好呢 你们定得清 我可没答应 哎 他反了你了 您好 吴志远 李红英 对吗 你们都多大啊 我22岁 吴志远同志 25岁 我是工农兵大学生 下过香插过队 林学院毕业以后 进入了林业局 李红英同志是我们局里的会计 欢迎二位来到天门山林场 这里条件有限 可不必成立 希望你们多担待 我们是过来锻炼的 以后啊 还得跟您多多学习 有德嫂 哎 长长 这是李红英 你好 这是吴志远 你好 你呢 带他们安排一下 跟以前说的一样 李红英就站住你家 吴志远就让他住职工宿舍 哎 咱们啊 先去镇上买点东西 嗯 对了 小燕 有德嫂对你怎么样 特别好 她有个女儿呀 叫仙草 待会呀 我先让你们认识 好 走 嗯 慢点 哎 成米姑娘 就是不一样 怎么认识认识啊 在这儿 清嫂 我回来了 嘿嘿 你看呀 我买了好多东西 这是糖果 这是肥皂 还给你买的毛巾 哦 谢谢志远 我同事 山岁你见过的 我们见过 是你 你们认识呀 太好了 以后我们大家 都是朋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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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我帮你 你说你们城里姑娘 看这身子骨多小贵 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 这有德嫂我心草也真是的 是我自己要来的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我 我叫张旺财 厂长是我亲叔叔 哎 只要你在我们林厂 有什么事 全都在我身上 哎 厂长对我 比对他亲儿子好多了 哎 你干嘛去 哎 哎 我帮你 我帮你吧 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 哎 我帮你拿拿 哎 你拿拿 哎 诗远 诗远 哎 你干嘛呢 怎么了 啊 李红英单身 我也是单身 我追求他 不犯法了 就你 也配 怎么了 查死单身 我追求他 就是查哪也管不了 谁说红英单身 他有对象 我就是 你 我不信 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你爱信不信 哎 哎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以后离小英远点 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不信 现在试试 行啊 你们俩厉害 算你们俩很 你们俩给我等着 哼 哼 叔 哎 我来看见来了 你瞅你整天的点儿弄当样 能不能有点这么事儿 我有这么事儿 这两边 我听林场的人 都议了新两边技术员啊 我都说什么了 他们说 说这吴志远是大学生 特别厉害 他们还说 赶紧说呀 他们说 这吴志远 是联系局派来接您班的 他们还说 还说您这厂长干不久了 当时我气得差点和他们打起来 胡说八道 这种谣言 你别传来传去的 是是 我知道 不过我气不过你 叔 您想吗 这林场是您一手办过的 要是没有您 能有现在的林场吗 您说是吧 这有点算不明白 叔 我觉得这事儿了 它不会平白无故地就传出来 您说 会不会是这吴志远 在背后说的什么呀 不会 我累了 没用 那 叔 您先歇着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行了行了 行了 这些特大话就不说 今天叫你们来呢 是开个小会 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林场发展状况 小吴呢 也新来的 就先听听吧 嗯 咱们不是外人 那我就直说了 咱们 现在呢 林场这个 经济转换还不好 我们还剩下多少钱 如果 只发基本工资的话 勉强能撑过今年吧 今年 说明要和种子的销入都不好 这个我向县里已经申请拨款了 但是 他们也说有困难 要咱们得得了 我们每天都和种子的创收 这太贵了吧 诶 我能说一句吗 你出来听听 我们可不可以发展一下新产业 比如像种茶 天门山的自然条件 应该很适合种茶 诶 这个助理不错啊 是个新弄的 我做什么呀 咱们林场就没种过茶 怎么种啊 再说了 那买树木权的钱谁出啊 我可以先做个家庭 半种子源 那是上级批准的 种茶种茶 小心犯错 现在党中央已经开始鼓励发展经济建设 行了行了 我在林场都干了二十年了 经历过多少疯了 这件事有目标在哪里 秦诺 你是老同志的 应该有证的绝望 被散打散 你 你怎么不敲门啊 所谓提的东西呢 怎么敲门 你说你一大姑娘家 也不能讲究点 真怕你以后嫁不出去 本姑娘有才有貌的 才不怕呢 对了 中午怎么没来食堂吃饭 还好我让友德嫂给留了饭菜 太感谢了 我现在真是又累又饿 上热菜 上热菜 香吧 你知道吗 我前两天咱们工厂开会 我建议咱们林场呢 办茶园 可这样能让她不容易啊 我呢 就自己偷偷地往个山上做了调查 我今天早上刚上了山 现在刚回来 调查怎么样了 哎呀 快别急了 那山上就跟迷宫一样 我是第一次上山 跟乌头苍蝇一样 不够门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这样的表情 还有多大点事呢 这个忙我能帮你 真的假的 确切地说呢 是我能找人帮你 谁啊 仙草 好 嗯 先吃吧 天草 你真心里手巧 你呀 嘴可真甜 嘿嘿嘿 那是不是我嘴再甜一点 你就什么都答应我 说吧 什么事 仙草妹妹 你真是太懂我了 我的确有事找你 某个人夸下海口 想请你帮个忙 这个人是谁啊 知道你这么费心 胡说远 我同事 你上次见过的 他俩上山作业调查 但又不认得路 你对天文山不熟得很吗 我就推荐你了 你和他 关系很好吧 当然了 我们可不是一般的朋友 我明白了 你放心 这个忙我帮 太好了 仙草 你太好了 你太好了 先活吧 仙草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看你 从早上到现在 你就对我说过两个字 走吧 你要真对我有什么意见 就直说嘛 别憋着 我对你没意见 只是我自己心情不好 不过 现在好多了 真的 那就好 你来山上调查什么 我主要是调查一下 山上的土壤和气候 看适不适合仲长 这次啊 可是个秘密行动 张成长他不同意 所以呢 你别这碗说 你敢和厂长就在干 这又怎么了 告诉你啊 告诉你啊 调查结果出来以后 江城长他保准同意 我之前跟江大哥说了 咱们林场的发展 不能只靠种子源 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市场 天灾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将临场性困境 所以啊 从长远来看 咱们很有必要 发展一下新场 那你觉得什么地方合适 山上我哪儿的手 闭上眼睛都找得到 我就知道我没有找错人 不过说起来 海拔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哎 山腰上有没有 像南的地方 就是那种山坡 比较平缓那种 还真有个这么地方 那赶紧去啊 你别说啊 这个山上还挺热的 走吧 那边呢 快点啊 那边呢 快点啊 还是你妈有福气啊 外孙都快满周岁 您急什么 仙草和国平 不是早定亲了吧 亲是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仙草最近 也不好好搭理国平 弄到我这心里边 七上八下 不会是仙草 又看上谁了吧 还能有谁 这临场就这么几个年轻人 谁不认识谁啊 就是怕国平 心里边不太舒服 神儿 你放心 别看国平看上去憨厚 他心里明白着呢 国平这孩子 是我看着长大的 要是仙草能嫁给他 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这事再怎么着 也得南方先开口是吧 我们这姑娘家家的 也不太好说呀 对啊 对啊 小长 这是什么呀 这是志愿的调查记录 咱们的临场完全可以发展查员 志愿连查员的地银都找好了 胡闹 谁让你去临场调查员 小长 您这么说我就不服气了 志愿也是为了临场好 而且他调查这事我事先是知道 我也是支持他 你 你还跟他一块胡闹 小长 您不是一直说了吗 要科学发展临场 本正科学的态度 您先把调查结果看完了 咱们再处理 好 我现在就跟你讲一讲科学 我现在就是认可了这份调查报告 那么 买树苗的钱谁出 现在剩下来的可都是大家的救命钱 餐长 我有一个同学是县林科的科长 他有一笔专项资金 是鼓励发展新产业 我已经和他联系过了 他很乐意给咱们提供前期支持 这样一来 这有钱的问题几个 那谁来做 这个您不用担心 几个年轻人都愿意干 我也可以帮忙 这可不是小事 你必须顺着 志远 你已经出去了 厂长 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 您知道我这个人 我做事从来只是看对林厂好不好 林厂的事您比谁都清楚 这是个好机会 这是个好机会 我 我明白您的故意 我每天看报纸听门摩 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 世道真的是变了 秦东 在这个林厂 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那个小窝 男体清清 我觉得不太可靠 您放心 这不还有我的吗 我可以看着他 行吧 就要这样 秦东 秦东 这么说您同意了 我有一个条件 您说 你要是办茶园了 从种茶苗到收茶 时间很长 不可供的因素很多 我们这个茶园的命令 可得都压得上 你必须得给我一个保证 什么保证 如果你要是真心想办茶园 那就必须得立一个金融热 如果出了什么差 失败 你立马走的 畅畅 这不会给他 他也准备了林厂好 秦东 我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给他这个机会的 什么理由 在致命山林头 我就是你 好 我签 那个 志愿 别让我出来 那我就出来 咱们今天这顿饭啊 不仅仅是为了庆祖 查苗全重的 而且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这件事儿 功劳最大的就是志愿 都是大家的功劳 那我和仙草呢 你们率领的娘子军 顶了半边天 你们呀 就像林海许元里边说的 山鸾丛丛 两只和平鸟 林海茫茫 两个小美侠 哎 这是我那本小白哥吗 对啊 咱们这只有两只 一只话多的 一只话少的 哎 就没他多 来来来来 大家高一杯啊 干了 姐姐姐姐 给我们唱首歌吧 嗯 是啊 我也没听过 我要听我要听 我要听 我要听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山歌吧 好 柳阳河 玩过了几道晚 几十里水路 到想想完 江边有个什末原諒 出了个什末人 领导人民的解放 哎 呀 自由 不错啊 这回你们表现不错 这小屋干的也不错 在哪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好 我们会充信啊 怕我们的事还多了 坐坐坐 咱们接着来 这个头开了 你们把手放着的精神 不错个屁 咱们 小心 哎呦 都洗衣服呢 张朗财 你一天到晚往女人堆里凑 真没出息 我有没有出息 反正试试不就知道了 你试试我的棒吹 我有事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你们肯定也爱听 到底什么事 我们不爱听的话可饶不了你 这种事可不能乱讲 我和他们无冤无仇的 能乱说吗 哎 红信你们住的 住的 你说 李红阳是不是没事 去往吴志远宿舍跑 啊 好几次呢 嗯 接着就不出来了 这过好几才出来呢 城里的年轻人真是要不得 林场的风气都要被搞坏了 嗯 咻 老大哥 你下说了我都说了 我还当军 放心 现在哥就跟你拿去 走 哎 说什么呢 过来跟我们也说了 就是那个李红阳还有那个吴志远 经常在房间里私会 还很久都不出来 怎么这样啊 这城里的年轻人真是要不得 把咱们林场的风气都要搞坏了 鬼女 红阳呢 没回来呢 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外面都在传 红阳跟那个无技术研不清不白的 说的可难听了 妈 红阳姐什么人 我们还不清楚 我也不信 红阳住咱们家 按说我对那孩子还算是了解 性格虽然活泼了点 但也应该做不出来什么出格的事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他们俩一起被下放到林场 同病相连 关系亲密那是肯定的 要不然怎么传的有鼻子有眼的呢 妈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我妈得知道你那点心思 上次无技术研在咱家吃饭 你看她的眼神 我可觉得不太好 傻闺女 就算是红阳跟她没那关系 你们俩也不是一路人 那红阳跟她挺般配的 这就叫什么锅配什么盖 什么驴配什么磨 当妈的还能坑你害你呀 那不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 听妈的话 早点断了这念头 对你对她都好 别忘了 你爸和你有高叔 当初可是给你们俩定过亲的 你有高叔还是厂长 对咱们家也不错 咱可不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 要不然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我下去都对你爸没法交道 妈 你别提订婚的事情了 我不想听 你这孩子 跟你操不完的心 谢谢 这有人了 这也坐满了 这明天还有空位 我说坐满了就是坐满了 你 李浑英 坐这儿来 谢谢 那我客气什么呀 送你一句话 轻者自轻 嗯 谢谢你 又喝 吃饭吧 在这一集故事当中呢 我们要回过头来讲一讲 我们遇到的一些法律点 对吴开林实施抢劫的几个人是触犯了抢劫罪 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 抢劫 抢劫罪 以暴力 脅迫 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张旺财因为妒忌吴志远 所以用了各种各样的招数是造谣声势 结果导致永德嫂对吴志远的印象非常不好 那么仙草也对这半真半假的传言被搞得是心神不宁 可以说仙草和吴志远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之间互生情愫 可是又出现了很多的误会 仙草又有之前的和国平哥的婚约 仙草和吴志远的感情会怎么发展呢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乔磊 明天见